什么 巴拉你要结婚了 为什么兔兜我不知道 她和沙毛结婚 什么情况 老巴拉你要结婚了 呃 你看你把小粉丝都带偏了 我们那天是去干什么的 结 结婚 说实话 呃 来跟你表姐看婚礼场地的 这还差不多 我兔兜走南床呗 全凭一张嘴 没想到 这次栽在了巴拉手里 行 不跟你瞎说了 还是带粉丝看看我们老家这边的婚礼场地 有多惊艳吧 在网上经过第一轮筛选 留下了两家综艺的店 第一家门头看起来还不错 门口是这种旋转门 上面还在放烟花嘞 大厅超级大 往里走走就能看见 摆放在大堂里炫酷的小车子 主要是用来当婚车的 还是用来拍照的呀 这边还有宣誓的教堂 后面的LED屏里面 播放的好像是海边的场景 美丽耶 外面还有小型喷泉 接下来我们去看夜会厅 第一个厅里全是滑 还喷了烟雾 满满的氛围感啊 这时候可能会有小伙伴温了 白拉姐姐 你们布置了多久 这么惊艳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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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也以为婚礼得请策划 找婚建公司 布置好之后才能这么漂亮 没想到现在居然有打包服务了 这直接就是酒店的布置 根本就不用我们帮忙 第二个厅 这个长得跟呼伦贝尔大草原一样 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 反正就是挺好看的 还有个拱形门 账面全是滑 可以用来拍照 接下来要去的 第三个厅 这个厅我记住了 因为它里面 整个就是个海底世界 向上抬头看 是各种珊瑚和水母做成的灯光 中间的株链 就像水流一样倾斜下来 旁边的墙上 有礁石和海草 再仔细看看 还有海豚 魔鬼鱼和小狱仔 全是海底生物 别着急 还有眼纵呢 溜了溜了溜了 再往前走走 去看下一个 这墙面做的跟树叶一样 这不是冰山吗 原来这个是冰雪女王亭 哎呀 反正就跟童话故事里 冰公主住的地方一样 全是雪山 你们觉得好看吗 看完这一波之后 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庄园里面 没错 真要把起的像宫殿一样的地方 里面全是也会听 外面还有邮轮可以坐 没想到这的风景还真不错 这里的厅 看起来就像是长辈们都会喜欢的那种 这个灯光是真好看啊 还有一种像在热带雨林里的感觉 怎么样 这么多的厅 你们觉得哪个好看呢 完了 我们要不 在这里拍照啊 两万八 拍照也要两万八 没错 你说吃饭啊 三千块一桌 要不 你亲我 溜了溜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谢谢观看